王宝强和马荣的离婚案,已经整整持续两年了,目前该案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步,那就是共同财产的分割。 只要王宝强与马荣分割完财产,那这起离婚案就彻底结束了。 8月15日,马荣好友扑出王宝强上了被执行人名单,至于原因暂时无法知晓,只是名单上王宝强的出生预期与资料里显示的不一样,名单上的王宝强是1982年的,而王宝强的资料显示他是1984年的,这让王宝强足足大了两岁。 不过出生预期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王宝强为何上该名单,是因为离婚案呢?还是事业方面的问题呢? 对此,网友们纷纷展开了讨论,大部分网友不认为这与离婚案有关,虽然马荣是因为离婚案的事,上了被执行人名单,但王宝强不一样,他可抹拒不执行法院有关离婚案的判决,所以只剩事业方面的问题了。 对于王宝强的事业,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保一蓉公司了吧,马荣起诉保一蓉的事,当时闹得沸沸扬扬,上个月该案也已经开庭了,但目前该案被流传出判指结果,不知道是否与王宝强向被执行人名单有关。 8月17日,马荣好友扑出王宝强,已从被执行人名单消失,他估计王宝强已经执行了,所以名单上就没了王宝强。 马荣好友表示,希望王宝强和马荣好好沟通,以此性解决问题,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基本不可能了,而王宝强从头到尾也没有解释上该名单的原因,也许大家猜测的原因都不对吧,所以王宝强没有出面回应。 如今离财产分割官司,已经越来越近了,不知道王宝强做好准备没,希望他能获得最后的胜利。 不要被马荣分走太多财产,宝强加油,眼泽真名,文中突片引用之网络,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